一月中可能一些经济指标还不明朗 所以你也不知道怎么谈 实际上我倒不认为 越伦是要来中国教人家干嘛 而是他感到很困惑 他也想不清楚 这个全球经济要怎么处理 他大概只对美国经济比较熟 想办法想全球经济一大堆变数 哪里是他能够掌握的 所以他就要想问中国的房地产 中国的财政要怎么走 这个因为叶伦还是一个 相对其他美国的官僚里面 算是比较温和的 而且还算个学者 不像其他妹的良心一堆 所以我会把他理解为是来求教的 倒不认为他有什么定见 我不认为他有 可是明年有一些问题 确实中美要一起合作 不然会有问题的 比如说通货膨胀 你怎么知道不会再起 或者是中国 因为他经济复苏缓慢 那比如说他可能要问中国说你明年好像还是定在5% 那如何做到 大概是这一类的 因为他也搞不清楚 因为习近平还是在那个经济工作会议定下5%嘛 这个目标其实算是勇敢啊 因为明年经济可能比今年更麻烦一点 现在多数的预测是如此 对啊 你定5%嘛 那如何做到 我觉得大概是属于这一类的 你的意思是说叶伦是要到北京去求救 求救 因为讯息 讯息真的不平朗 我也不知道啊 比如说5%那策略是如何做到 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 那我知道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没有像美国想的那么严重 可是货币要怎么推啊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变数 而且美国自己变数也一堆啊 因为川普就要来要敲打力了 这个就是纳坦尼亚胡政府的立场 所以他是完整反映了纳坦尼亚胡的自己立场 完全正确啦 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讲嘛 以前他还说那你东京轰炸 你有叫东京的平民先离开吗 你丢烧一弹死了10万人啊 你丢原子弹 你有通知广岛的平民先离开吗 他真的就是这样讲啊 我跟纳坦尼亚胡就是这样跟布林肯讲 毫不客气 毫不客气 而且他基本上 他这里有三个逻辑嘛 第一个就是两国方案他不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哈马斯就是要消灭以色列 所以我怎么可能容许一个国家在我隔壁 就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你那个战争可不可以停止啊 他说不行啊 还没消灭啊 是 我现在如果停了 那10月7号的恐怖主义会再发生 华尔街日报今天还为这个立场写了一篇社论 又再代表犹太人说话了 华尔街日报啊 支持这个论调是吗 他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拜登的压力改变立场 他帮以色列讲话 他说拜登这种善意是错误的 直接批拜登啊 华尔街日报啊 他说然后他引用一个民调 其实这个民调啊 他是反方向解读啦 因为巴勒斯坦有一个民调中心 那是英文的 那结果他刚做了一个民调 12月13号做的 那就是问他们说你认为10月7号那个哈马斯对以色列那个攻击 你认为是不是正确的 结果平均72%认为是正确的 巴勒斯坦 那是在约旦那边 我跟你讲更可怕的是 但是在加萨的 约旦那边是82 那加萨是57 更可怕是这样 就是被炸的第一点 反而第一 然后没有被炸的 更恨 更恨 就是约旦和西安的人是同仇敌凯 是 那加萨因为他被炸 他付出代价嘛 所以他57 但还是57 我知道还是高嘛 还是高 还是高 所以华尔街日报就从这样的民调得出一个结论 说这群人就是同伙 然后他的立场 他的推论就是 拜登你怎么可以叫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过来管理呢 他们就是同伙啊 所以以色列一定要成立自己的军政府啊 否则不可能消灭哈马斯 他的逻辑是这样啊 所以他的逻辑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叫 约旦和西安那个政府过来 他们是支持哈马斯啊 他的立场是这样 好 所以现在呢 你说这一场战争打不完 还要继续打 因为以色列就是不收手啊 因为苏利文现在去以色列嘛 美国怎么还没有用啊 那就是给以色列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三个礼拜之后 你战争规模给我缩小 那以色列说我们还需要几个月啊 满血回魂 满血就是大复活的概念 回魂 他本来是魂都没了 然后血现在充满 充满 对 所以就感觉是 那个我们讲有一种电池啊 就是一直会 不断电 他现在就有点那样的状态了 对比 Zelensky也对比美国 最新加入欧盟是克罗拉西亚 谈了十年 Zelensky搞不好明年就没了 对啊 那你在谈这个 这个叫做化饼冲击 这个 比旺媒止渴还没用 那哲伦斯基激动 但是起码没在前面 那他还激动了什么 他说这是乌克兰的胜利啊 他现在都在搞精神胜利法 激励起发坚定人心的胜利啊 好一个胜利啊 就化缘都没化到 要回来只好讲精神面的东西啊 不然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 克罗拉西亚的人均是 一万三千美元 乌克兰现在多少 不到三千啊 比越南还低耶 有人就算过啊 如果让他加入欧盟 那欧盟一年要补贴他五百亿欧啊 是啊 一年啊 因为他主要是农产品嘛 那你农产品倒到欧洲 法国跟法国怎么混啊 所以就要把你补贴 拉到欧盟的价格的范围嘛 是 根本不可能啊 我跟你讲 事实上有些国家 我跟你讲 欧洲伪君子最多了 这个杰纳斯比我还了解啊 他们故意不讲话 他就讲说 反正匈牙利就是反对 就让他去讲 那反正这个通过也没用 到了真正要一国一国谈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荷兰百分之百反对 奥地利也一定反对 那法国 你也你不用来跟我谈了啦 你先经过荷兰再说 法国人一定是这样讲话 因为他知道他就把你挡下来了 因为你要全票通过 是 所以这根本就是 画饼冲击的事情嘛 我觉得这个时候 还搞人家这种东西真的是 看出欧洲人的鬼诈啦 我觉得美国人至少还 就直接跟你讲说 我们现在国会没过 对 实话实说 他不会跟你搞这种东西嘛 这个就是骗人的嘛 这个是骗人的 然后一点用都没有 完全没有用啊 明年哲伦斯如果真的选举 就下台了 对不对 所以 而且搞不好明年 明年我坦白说啦 那个美国的国会 1月9号回来开会嘛 对 那个时候人家就要开始问拜登 说你乌克兰这个事情 到底要怎么处理啊 对不对 拜登一定要拿出计划来啊 对 因为这个跟以色列不太一样 以色列是自己要越陷越深 那是他家的事啊 这个是你的事耶 是 因为 这个乌克兰如果真的是 最后就是 实在是没有办法打 乌克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攻击了啦 因为弹尽圆绝嘛 所以他现在从其量就是守着 那如果俄罗斯进攻你怎么办 对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有时间压力的啦 就是说你不能一直耗着 你如果一直耗着 你就不知道俄罗斯会干什么事啊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他满血归来吗 前两个礼拜刚发生什么事 第一个他宣布即选连任 那几乎是百分之百当选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他去阿联酋沙特 然后回来又接见伊朗绕了一圈 多风光啊 他不只向东看 他现在还要向南看 向中东看 是 没错 所以我跟你讲他现在就是 你美国封锁网你封不住了啦 我要开始活动了啦 因为明年八月金专他是主席 对啊 对不对 他要邀请大家去俄罗斯啊 到时候大家都会去啊 搞不好他就 特别让马克宏去 看你怎么封我 就是这种 就是你几乎可以预期 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而且那是八月 这个还是广义的基建啦 因为工业都是这样啦 就是他是堆叠发展的嘛 你很多项目准备好了 大概就有一些就衍生出来了 比如说你现在可以做客轮 客轮也是啊 你各种船都可以做啊 比如说货柜船 那现在货柜船又变成 到了汽车货柜轮 所以说这个就是衍生衍生 那你有一些工业基础 那自然 其他你就做得出来啊 是 所以 所以这个都不意外啦 这个就是美国 我们那个美国在 我们说美国在那个 1890年到1920年嘛 那时候 几乎所有的工业革命 很多项目都是美国发明的 对 就是一直滚动发展 科技本质就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 你就会在中国大陆看到 各行各业出现 我们叫做什么冠军产业啦 就是那个领域的冠军产业 那你没有办法预期 会在哪个领域出现 比如说他们前一阵就发现嘛 那个航母的那个 那条 那条那个链链条啦 拉住飞机那个 结果它是国产啦 那那个在国际上是 属于非常难做的 那他们非常意外啊 就中国竟然就自己就做出来了 我不知道我们陆委会 有没有看中国大陆商务部 今天公布了这个24页的报告 我估计他是没看 比如我念一段文字 台湾地区通过颁布施行条例办法 规定设立了一套 针对大陆产品的禁止进口制度 该制度原则上禁止进口 所有来自大陆的产品 只有在个别例外的情况下 或经许可才可以进口 WTO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干啊 他回答这个就好了嘛 有哪一个国家是 只有例外允许 通则不允许 通则都禁止 这个就是现况啊 我们的经济部 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 还要说 哎呀你要去进口WTO啦 那请问你为什么是通则禁止 例外许可 为什么这样 WTO哪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干 那简单讲只是过去 人家没有去告你而已啊 就是这样啊 那这里面当然有一大堆都是农产品 事实上街大使啊 刚刚讲到了一个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 事实上对台湾的冲击 并不是台湾省了多少关税啊 而是你如果没有这个关税 你根本没有竞争力啊 所以到时候就会影响你整个产值 你知道吗 这个多可怕 我举个例子啊 上次中国大陆针对那个石化产品PC啊 就对他做制裁嘛 对不对 然后平均关税拉到16.7啊 那韩国跟中国的税率是6% 所以你这个产品就是完了嘛 所以哪里是这个关税的问题 是你这个产品在台湾就不用卖了嘛 所以奇美才会说 我们就扩大大陆产能啊 那台湾的产能就不要卖大陆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卖啊 所以我跟你讲 你这个2509项 每一项的逻辑都一样 就是你到时候会被加关税嘛 或者你就要求你要开放大陆产品进口嘛 Easy or 那如果你选择的都是 我估计我们不太敢让大陆产品进来了 进来也是全岛啊 因为你你长年没有适应嘛 你如果突然开放 我坦白讲农产品大概冲击非常大了 是 这种CPTPP越南的农产品也是一样啊 所以就整天在那边吹牛嘛 根本没有叫农民要准备啊 还说要参加CPTPP 可笑至极啦 中国大陆这次跟越南谈是 直接让越南的农产品进口 那冲击也很大 越南的农产品还是比中国大陆便宜啊 对不对 所以人家是准备好 才真的去跟越南谈 你这个就是跟儿戏一样嘛 今天还讲这种话 他就是摆明了 我给你讲他的商务部的用语 他WTO不谈欸 就直接谈部分或全部ECFA 他以第一次列出来的时候是 ECFA或WTO 他现在把WTO删掉了 所以他没有要跟你玩WTO啊 对啊 然后我们的官员 我们的部位官员 你官员也可以去告 你官员可以去告 还在那里讲 那我请问你嘛 陈吉仲有去告吗 他这个就是在骗人嘛 他是让陈吉仲有关水果 释迦 凤梨 他就没有在WTO提告嘛 所以 这些人都在说谎你知道吗 王美花 赖清德都一样 你陈吉仲就没有去WTO提告 那都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 你说谎不能解决问题啊 对啊 他就是没有要解决问题 所以就是要呼隆带过嘛 因为1月13就要投票啦 对啊 最先呼隆再说啊 我再练两个数字给你听 他是2002到2022年 两岸贸易从446亿美元 增加到3196亿美元 那贸易逆差 从315 变成1565 对 那这2509项 因为台湾都没有让人家进来嘛 那台湾 事实上已经 这个 从其他地方进口相关的产品 就是这2509项 从48亿 进口 扩大到280亿 哦 你看 美元哦 差那么多 那结果 对对 结果大陆通通都不准进口 农产品 从8亿美元进口 变成90亿美元进口 增加11倍 然后通通都不准中国大陆进口 工业品 40亿美元增加到 190亿美元增加4.8倍 不准中国进口 这样 他就想说我打混过 11月13号就好 拖过一天算一天 因为像许洪廷如此了解内情的人 有可能就一时不察就没有发表文章 幸好你今天邀请他来上这个节目 对不对 那透过中天可以对外宣传这样 对 不这个没有办法啦 因为你叫他现在立刻反映 那他的底已经被洪廷给掀了嘛 就11月7号到9号你在干嘛 你就是没有处理嘛 那现在其实民进党很简单啊 就如同像肖美琴好了 他今天呢其实讲说 为什么没有把台湾纳入IPF 美国是干嘛呢 美国不是支持台湾力挺台湾了吗 那肖美琴就直接就告诉大家 就是说 不是美国不愿意啊 是IPF要扩大纳入更多的国家 但又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抗压能力 来面对中国的压力 就什么东西都是扯中国就好 那个是外交部内部的文件被曝光 他才承认嘛 因为这件事情是真的嘛 那之前请问肖美琴是怎么说 他就跟蔡英文一样 其实主要是蔡英文不是肖美琴 因为他又不在国内 蔡英文是怎么跟我们吹牛 所以你只要这个吃莱猪 CPTPP 美国什么多边组织 都会帮助我们参加 这个吹牛了当年就是蔡英文嘛 结果隔了两年 CPTPP什么都没看到 那记得那个时候 民进党你记不记得 那个王美会啊 那边哭成一团有没有 那结果他就是用这个去说服他的 所以因为美国会帮我们 所以我们要先给美国一点好处 就用这样说服的啊 所以不是肖美琴啊 因为他人在美国啦 是蔡英文在国内这样说的 但是现在当大家在选举的时候 拿这件事情来质疑的时候 肖美琴就有话说啊 而他讲的那个话 他不是有话说 他是公文被人家查到啦 所以被逼得不得不说 对不得不说 我就是表示他领先的幅度还不够嘛 所以没有办法冲销掉南部的落后差距 这个民调凸显出 这个北台湾侯友宜开始拉开了 可是问题是南台湾人家也拉得更开啊 所以就是回到了原来大家的预期啦 就南北应该就是各自拉开 决战中台湾 对可是问题就是说 中台湾两边差不多 也差不多 对可是你北台湾人口比较多啊 因为北北基桃那个竹苗不算啊 北北基桃人口就1100万 所以你北北基桃 如果你是更大幅的领先啦 那你会赢的 那这样子的话 侯康佩是不是尤其像侯友宜 现在目前开始 我们看到琴跑南部是对的 琴跑南部是要拉小差距啦 缩小差距 那拉大差距这个真的就是要 去铺排你的整个集成的动员系统嘛 因为这个就是要拉大投票率嘛 是 因为真正的投票率到最后大概75啦 那可是各县市会不太一样 是 那你有没有办法让你的投票率 比赖清德在南部的高 最后能够拼的就这一种啊 对不起市长都是你耶 蒋湾侯友宜自己啊 所以你新北市没有大赢实在是说不过去 而且现在基隆陶渊也都是国民党的 是是 陶渊现在领先差距就很大 对不对 陶渊也是 他是陶竹苗一起算 所以重点是新北啦 那个差距领先差距要更拉大 不够大 还是拉不起来 那当然20到29 依照过往的经验 他投票率相对会低啦 可是2020他冲到六成 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那么高喔 那个2020到29 因为那次有反送中 那20到29在20 四年前的投票率是62 这个是有史以来最高 本来大概都五成左右 甚至更低 那上次总投票率是75嘛 所以坦白说啦 20到29相对于其他年龄层 没有那么重要啦 因为他投票率相对比较低 可是就是因为你其他没有拉开嘛 所以你就变成每个地方 你都要不能太差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